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为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吕布为什么会藏在胶座呢 查阅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等资料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吕布死后藏在了胶座 这里有一个神位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是一个瓷砖 上面有一个纸写的有 不过已经不太明显了 有过烧香的痕迹 里面还有盘子 边上都是酒瓶 白酒瓶 看 上面也是 大家来看看 吕布是三国名将 一般大将都喜欢喝酒 你看 有多少人 给他供奉酒 都是一些空酒瓶 我也没有拿白酒 正好车里面 有一个红茶 就供奉给将军吧 希望将军不要嫌弃 给将军倒一点 供奉给将军 盖上 能在这里碰到吕布大将军的 牧种啊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吕布曾经在河内驻扎过兵 也就是今天的交座 之后王远又任命吕布为 奋威将军 封地温 为温侯 温就是现在的温县 河南省交作是温县 不管此种是真是假 是否埋葬着奉仙 但是这里绝对是 对大将军寄头埃思的 非常好的地方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